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還有一個觀察點就是 這麼多人 就是像劉老師講那麼多閣裡頭 無論是蕭美琴或是唐鳳 或是任何台灣區的代表 他有沒有一個speaking slot 因為他總是有議程 我們有沒有一個有意義的 參與的那個空間 譬如說以前我們在APEC 時常我們是有重要的演講的 那個主題演講的那個安排 那如果這些都沒有的話 那台灣真的就是 在這過程中間 不要太自嗨了 我們在台灣看到很多人 在很高興的說 美國把我們當成一個民主的朋友 但是如果你是在國際現實 跟國際現實的考量之下 這個朋友值多少錢 大概打個問號以外呢 我覺得孫小雅講的很有意思 他說Summit for Democracy 是要有民主任性 那任性這兩個字 是這些年來在聯合國常常用的 一開頭做那個Build Back Better 就是說在一個大災難之後 我們重建的時候 要讓這個體系更resilient 更有韌性 對於未來的衝擊更能夠去防禦 或者說就算你有衝擊 它也能夠很快的能夠恢復 好 那民主韌性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有些地方 也會有民主的亂流 那麼但是這些亂流過了以後呢 那民主作為一個至高無上的價值 它要能夠回復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次所挑的名稱 跟他們的 跟現在美國所主導的議題 雖然它現在主導權很低 譬如說我真的覺得全球暖化 它的主導權非常的低 因為美國時常為了它的自立 本來答應好的事情 隨時就抽回來 在巴黎那個氣候協定的時候 說要出的錢 等到要出錢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退群了 所以美國的過去的歷史 其實是很差的 但是他還試圖在議題跟價值上面呢 去維繫一種 我剛才用的那個 我用的是很客氣啦 就是說一個宗主跟反屬的關係 不是一個多邊主義的關係 因為多邊主義的關係 是每個人要尊重其他人的 和平等的關係 可是美國是希望能夠 像宗主跟反屬這樣的關係 由他們來主導 那這個不是今天而已 做TPP的時候就是這樣 台灣一天到晚在講CPTPP 可是應該回頭去看 TPP原來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是輪軸的那個中心 其他的是條幅 其他的這種一對一對的 對應的國家跟美國要對標 包括制度 包括它的所有的法規都要對標 所以它還在藉著價值 藉著議題 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像宗主般的美國地位 這個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因為其他的國家 其他的強權很受到戰爭的傷害 美國是少數的非常強健的國家 所以它既有軍事實力 又有經濟實力 可以一邊說 我要來做歐洲振興計畫 同時我要去主導一個NATO 完全不同 現在的這個美國 軍事跟經濟的實力都今非昔比 但是它還是希望要用議題跟價值呢 繼續維繫它的絕對霸權 不過進一步請教雷姐 就是呢 我們看到現在中美之間的角力 其實還是不斷在發聲 美國商務部在25號呢 把27個被認定是 違反美國國家安全的企業 列入出國 這出口管制實體的清單 上榜 榜上有名的中國企業有12家 那其中包括了很多家 這個協助中國軍方發展 量子運算的企業 根據這個美國的商務部長 Rimondo 他在聲明當中表示呢 這個決定是有助於 防止美國的技術 被用在中俄的軍事發展 所以請教一下 倩姐幫我們觀察 是這個黑名單 它現在列出來的 真的有幫助 有幫助能夠喝止 有這樣的效果嗎 過去當美國做全世界 最大的科技國家 跟最大的發展 就發展所有的新科技 新產品 新技術的國家的時候 他時常說 我們在美國試完以後 我就去全球市場嘛 對不對 我們一開頭大家買的電腦 誰不是Microsoft呢 當時他去用他所發展的東西 用可以在全球市場 去廣泛推廣的方式的時候 其他的國家並沒有對他 做這樣的相對的反制 當然你可以說一開頭的時候 中國大陸因為智慧財產權的 保護有點差 所以沒有讓Microsoft 收到那麼多錢 可是這事情很快就解決掉了 那現在美國把這個 有這個解放軍為背景的 我要說的就是 其他的國家當時 並沒有以美國為假想敵 對 所以沒有一個人在邊界上面 做了一個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 產品技術貿易IPR的這個阻斷 可是美國現在很明確的 是以中國為假想敵 所以他在這些地方做了相對應的阻斷 因為我們知道 中國大陸的發展是一日千里 它有非常多的東西在往前走 所以阻斷的目的 第一個是不要讓這些東西 為中國大陸所用 降低阻攔它的發展的速度 那第二是避免兩邊的經濟跟技術 中間的關係太過密切 如果一旦發生了 我很不願意講戰爭這兩個字 但是如果一旦發生了衝突的話 可能會讓美國在安全上面會有顧慮 所以完全都是以有假想敵為前提 而做的這些貿易做錯 現在看到在外交跟貿易之外 其實美國也持續在台海這邊出招 包括看到美國外交政策 在最近就披露說美國五角大廈 這個國防人力數據中心 他們的資料顯示今年6月 總共有30位的美軍官兵派出台灣 其中有23位是陸戰隊的隊員 那稍早官方也指出 部署在台灣的美軍人數是再度的擴邊 增加到39人 想請問介大使 這個美國真派了美軍到台灣來呢 他是希望能夠嚇阻中國大陸 但是怎麼樣 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嚇阻效果下 我們看得出來他是在嚇阻 還是說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效果的 這個其實是就是說美國公開的資料 其他美方的軍事人員來台灣的話 數目遠大於此 這是在美國的這個正式的資料公開的 其實這個人員 海軍陸戰隊完全就是駐守 這個AIT的辦公室的 那麼各國的駐外使館 他都會派本國的這個 如果有需要的話 都會派本國的陸戰隊去 我們以前在美國的代表處 我們有陸戰隊去 我們在這個 這個中美洲一些大使館 過去也有我們陸戰隊的人員 去做什麼 做這個大使館 這個大使館或者說是外交 外交這些建築的這些什麼 保衛工作嘛 所以這一個人數 基本上我看這個29名陸戰隊的 就是我想就是台北的AIT 跟高雄的AIT 他們就是負責安全的 那麼五名空軍 三名海軍 兩名陸軍呢 基本上過去也有 在台北AIT 不要看他人數是非常多的 數百名 所以他軍方的國防部這三名 這個空軍的海軍的 就是等於說是五官 可是呢 他是便服的 他大概不穿軍服的 他去工作都不穿軍服的 所以這個都是過去常態就有的 那我剛剛說其他的軍事員來 最主要就是 我覺得就是這些從美式的武器裝備的 他等於說來設置 來這個幫你使用 來維修的 來訓練的 那這個人數我的了解非常的大 而且我想將來也會更多 為什麼因為過去兩年 美國這個塞到台灣這個武器量 是空前之多啊 除了剛剛提到的駐台美軍 這是說 軍方人員啦 不是駐台的美軍 這是軍方人員 那 美國議員 最近一個月已經來了台灣兩次了 來台灣訪問 上次是Corning 那這一次呢是這個 眾議院的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叫做高野 他是率領跨黨派的議員團 當然這個共和黨裡面是比較多的 那在25號跟26號訪問台灣兩天 包括見了蔡英文總統 外交跟國防的高層 一個月來了兩次 而且我看到在最近的新聞當中 也看到他還發了一個文 上面還特別寫 用英文是Republic of Taiwan 我那個人的推特 這是他自己的推特嘛 這也被媒體大肆的報導起來 但這個有助於兩岸現在的局勢嗎 劉老師 我覺得他這個就是個人的推特 是個人的 可能是不是特別有意思 或者他個人不是政府的政策了 而且這個女孩的第一屆 對 他簡稱就是沒有sense 他就自己就發了一個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就表示說 這個當然美國的國會議員 也非常重視 那你在講說 是不是對我們的聚焦國防 美國的安全是不是不放心 美國本來是有點不放心 例如說你兵也不會打 你的這個武器不夠 他是有不放心 這是實話 那實話 那我沒有看到說這次來以後 蔡總統不是想說 我們的退府會要開始駐美嗎 但是過去沒有過 有退府會的官員駐美 那就表示我們也從這點來講 不管是你現在在現役的 或者你已經退役的 或者是照顧的退役的軍人 那就有很多的可以合作的或交流的一些面向 就多了一些交流的一些場域 那麼加強我們在國防方面的一些關係 這可以看得出來是這方面是有點進展 或者講到一來一往 最新的就是剛剛講到美國的眾議員訪問台灣 環球時報的最新報導就說 台灣的上空有可能會變成飛航的近航區 委員您怎麼看 那個就聽聽就好 環球時報的話從來沒有成為事實